好了 好那就請你開始囉 好我就從我的簡報這邊開始 大家好我們是台灣好職地這個專案 嗨我們幫他取了一個英文名稱叫patch by planting 其實就是希望patch對城市來說 或許它是一個補丁或者補充的城市 對台灣的國土來說 其實有一些地方是有機會再多種一些植物 特別是大樹 所以我們希望把patch的概念 放在國土的實體環境裡面 透過種植去補充更多的綠色環境 那首先就會面臨到 那我們要去哪邊找到這些適合 比較潛力有機會的地 我們大概會透過衛星的資料 因為植物對光線來說 它有一個光合作用 那衛星也可以找出這些機會 所以我們透過衛星資料可以找到 已經有大樹的地方 跟沒有大樹的地方 那沒有大樹的地方 如果它同時間也是公園 學校或者公家機關的用地 那它是相對來說 比起民宅 一般的房子 它是更有機會來種樹 所以我們目前找到了 大家將近有100個比較大型的基地 那1500個以上大大小小的基地 我們現在都已經放在 我們的共筆裡面都有一個Map Google Map上面的地圖 大家也可以幫忙查看一下 那這批資料都是從資料的分析而來 那也希望大家回饋一些現場的一些意見 就說我們找到這塊地 它實際上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那例如說指標基地 有一塊就是在台北市總統府前面的 兩個很大的停車場 對法定的都市計畫來說 它其實是廣場用地 不過實際上平常大概都以停車為主 也比較少允許民眾真的走進去 稍微拍照啊或者逗留 那我們也期待從這兩個指標基地 來做一個演練 就是我們找到地之後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開始去想像怎麼種 因為剛才看到 它可能也需要停車 那可能還有其他的考量 那如果真正要談這個 要多種一點樹的話 那個方案會是什麼樣的方向 所以透過這種指標基地 或許我們可以歸納一些原則 那這些原則就可以建議給 就是管理單位說 或許它的行道樹 現在都是把它修得比較平頭一點 那未來它可以讓它比較自由的生長 讓人行道也不錯 走起來比較舒服 那我們這個專案也目前 有Richard 他是處理那個GIS的地理資料的分析 然後另外有兩位法國朋友 就Morgan跟Climent 他們是做線上的一種願景參與的工具 那另外Tmark是有說 在跳坑轉這個地號的資料 那期待他的跳坑 那我們也因為我們發現這100多個基地 1500個基地 其實都是幾乎都是公家機關的土地 那我們希望 會過一個比較系統化的 跟政府對話的方式 我們從總統貝克松去提出這樣的概念 那對於總統貝克松來說 我們大概專注這三個 希望政府跟我們一起協助的部分 第一個是說衛星我們找到資料 找到土地 那怎麼樣接續去找到那個管理單位 這會需要是公部門一起來合作 第二個是很多土地其實公部門已經願意讓大家來種植 讓大家認養 但是他散落在不同的局處單位 那第三個比較看到的願景需求 會是在於說 找到該地之後 我們怎麼樣在線上 就像線上可以辦大搜 那線上可會討論一個空間規劃的一個過程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區位去 catch他 在不同的區位 我們就可以依照有不同的工具 彈出他適合的直升狀況 那希望後續在 如果獲選總統貝克松的話 在下半年我們就可以把 剛才那三個更 比較初步的構想做一個進一步的落實 那也確實去結合一些政府的施政業務 期待透過一些協力的過程 其實總是跟 對期待大家民間單位跟更多的工具 可以出現來擴大參與 謝謝